香港警方破获了一个诈骗集团 他们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正妹的照片 在交友网站上 骗取对岸民众的个资和财物 而成员当中有一名女子的体重破百 身形相当的壮硕 不过她盗用美女的生活照 一个人分饰好几个角色 把被害人给骗得团团转 你这边旁边坐着一下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违宝的东西 没有 体态壮硕的女嫌犯琪奇 坐在男远景旁边 几乎要把远景给逼出画面去 这是她盗用别人的美女照片模样 阿罗多姿 而这是她出现在远景面前的真实模样 落差之大 实在令远景傻眼 男公司没脆的 男公司没脆的 不大气就有脆的 不过这名女嫌犯的本事可不小 她和三名男性同伙 盗用网络上的帅哥正妹照片 艺人分饰多角 在大陆交友网站 假借以结婚为前提 和被害人搬甘情 再以成立公司 邀请对方投资为由 骗取对案民众各资和财务 谋取暴力 你怎么要假扮美女呢 是对自己太有信心了吗 遇到的是男生 他们就用美女照 骗取男生的一个 一个信任 如果是女性朋友 他们就用帅哥照 来骗取那个女性的一个信任 彰化警方获报 前往台中太平一处大楼 获获这个诈骗集团 并起出交战守则和行动电话 电脑主机等诈骗工具 目前已只有十多人受骗 虽然嫌犯辩称还没有骗到钱 但警方仍将深入追查 并揪出幕后主嫌 借着黄统一经为中 彰化报导